哎 嘉嘉 你看今儿天多好 对吧 难得这个PM2.5没有超标 而且没有雾霾 咱一块去爬个山吧 嗯 可是我这还有一道难题没有解决呢 啊 好吧 来咱们说一下什么题目 哇 这是什么 四星嫖宠吗 这 这 这 太没审美了 这是一道难题 你看 我给你解决的 这是一个正三角形的地 然后呢 这家呀 有四个孩子 想把这个地呢 分成形状大小都相同的四部分 可是里面长了四棵古树 也不能破坏掉 每人还要分一棵 这怎么办呢 丑死我了 嗯 就这题啊 对啊 这些难题啊 哎呦 来看看我给你轻松搞定 看看神奇的时候发生啦 呦 你看 这不就四块一样的地了吗 哇 这也成啊 走吧 踏山去吧 OK 哈喽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是大海老师 很高兴 又跟我们的各位同学在咱们的课程里面见面了 那么 同学看完了刚才的课程短片之后 一定会有很多的想法 嗯 我估计啊 一定有不少同学会想 哇 大海老师的历史水平真厉害呀 再一次又深深的折服了我呀 对吧 嗯 好吧 加同学又快要吐了 对吧 好 可以开开小小的玩笑 那么在刚才的同学两名当中 我们发现 大海老师呢 解决了一个很有难度的题目 把一块图形分割成了四块完全一样的图形 实际上这个内容就是我们今天主要来学习的图形分割了 其实今天的这一讲内容学完了之后 你也一样可以做出这样漂亮的分割过程 好了 那各位同学就马上跟随大老师 进入咱们今天大海老师的传功时间了 好 各位同学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在图形分割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基础知识了 那么第一个我们要来了解的 那就是关于对称图形这样的一个内容 那么什么叫做对称图形呢 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 同学们如果善意观察 其实可以发现很多对称部分的内容 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同学们每天可能洗点刷牙等等 是不是都需要照一下镜子呀 或者出门的时候看看自己的衣服穿得整齐了没有 是不是都要照一下镜子 而在照镜子的时候 你一定会发现镜子里面会怎么样啊 有个美女 好吧 那大爱老师照也有个美女是吧 然后呢大爱老师照也有个美女 好 大家来照都有个美女 好吧 这个镜子实在太神奇了 对吧 真是模型了 OK 各位同学 我都还要不行了 对吧 那么在我们照镜子的时候 镜子里面是不是应该有一个一模一样的自己吧 对不对 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对称的一种表示方式 那当然了 在我们的自然界 或者是在我们所看的各种建筑物当中 也会都存在这样对称的概念 那么其中第一个我们要来了解的叫做轴对称图形 咱们来看两个图片 那一个是我们在自然界当中会经常见到的蝴蝶 那么以蝴蝶的这个身体 如果我们抽象看成的是一条线的话 很明显它所有两部分的翅膀是怎么样的 一样的 是完全一样的 你把其中的一个翅膀折过来 是不是一定可以跟另外一个翅膀完全重合吧 对不对 好 那再往下来看 在我们的很多建筑物当中 尤其是一些特别具有美感的建筑物当中 也是充分秉承了这种轴对称的思想 比如说看我们图片里面的这个建筑 大家发现是不是以这个地方为分界线 会发现左右两边长的是不是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吧 对不对 那么在数学当中呢 我们把这样的图形就给它起名叫做轴对称图形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叫做轴对称图形 在平面内 如果一个图形沿着一条直线折叠 直线两旁的部分能够完全重合 那么我们就把这样的图形叫做轴对称图形 而这条直线我们就把它称之为是对称轴 也就是一个图形 然后你在上上来画一条直线 然后以这条直线为轴 你把人家左右两边的部分可以能够完全重合在一起 那么我们就把这样的图形叫做轴对称图形 而这条直线我们就把它称之为是对称轴了 好了 各位同学 这是第一个什么叫做轴对称图形了 了解了什么是轴对称图形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来做一个小小的练习 现在在黑板下有三幅我们非常熟悉的基本图形 从左到右依次分别是正方形 等边三角形和长方形 当然了等边三角形还有个名称叫做正三角形 像正方形就是四条边都相等 四个角都是直角 而等边三角形就是三条边都相等 而长方形就是四个角都是直角的平四边形了 好了 那可以同学 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三个图 它们各自应该有几条对称轴呢 也就是把这个图沿着某一条直线 折叠之后发现左右两边可以完全重合 那大家来想想 它们的对称轴应该各自有几条呢 那么在这里如果同学们不太清楚的话 我们有一个非常简单处理方式 你就自己减一个正方形 等边三角形或者长方形 然后自己折一折 相信你一定也可以能够折得出来 好了 那各位同学 或者你来自己想一想 或者动手直接操作一下 然后来看看它的对称轴 到底应该有几条呢 来 各位同学 稍微暂停思考一下吧 好 各位同学 怎么样 找到了吗 好 我们来先看第一个 对于正方形来讲 它应该有几条对称轴呢 一 二 三 四 四条 OK 非常好 是哪四条呢 首先咱们这种想到的 横着的 对吧 就一半嘛 对不对 然后竖着的这种一对称 是不是也是OK的 但除了这个横竖的两条之外 对于我们的正方形来讲 同学们千万还不要忽略的 就是它的那两条对角线 想一想同学们 如果我们沿着一条对角线所在的直线 咱们把这条正方形一分为二 折叠一下你发现 所有两边能不能够完全重合呢 没有问题的 那同样这边是不是也是一样的道理啊 所以我们的正方形应该是有几条对称轴的呢 它就应该有四条横着竖着 还有两条对角线 好 继续往下 我们来看下一个等边三角形 三条边都点相等哦 好 各位同学怎么样 能够找到了吗 这个上一对红来讲 也能够很容易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吧 比如说从这个顶点出发 向下做一条垂线段 一分为二 两边的两个三角形 是不是又可以完全重合吧 同理这个顶点 还有我们的这个顶点做完 是不是都可以把这个图形 变成一个轴对称的图形吧 都是它的对称轴 对不对 好了 那么我们的三角形 应该就会有几条 很好 我们的等边三角形 或者叫做正三角形 它就应该会有三条对称轴了 好 继续往下 下一个我们的长方形 长方形我感觉 是不是跟正方形一样 应该也四条吧 横着一条 竖着一条 这都没有问题 再应该加上两条对角线吧 那我们想一想 如果沿着对角线的话 同学们想一想 折叠能不能让左边跟右边完全重合呢 其实拿张纸 同学们一操作 是不是就可以非常容易的看出来吧 它是不行的了 所以我们的长方形 应该只有两条对称轴 好了 各位同学 正方形四条 等边三角形三条 而长方形就只有两条了 除了轴对称图形之外呢 我们在对称图形当中 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点的图形 它叫做中心对称图形 那同样的我们来看一下 黑板上的两幅图片 这个呢在生活当中又不太好找了 对吧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比如像右图这个有点像大风车那种感觉 对不对 那么什么叫做中心对称图形呢 那首先第一个 就是如果把一个图形 绕着它的某一个点 绕着某一个点 旋转180度之后 发现旋转完之后的图形 跟它原来摆放的一个图形 恰好能够完全重合 那我们就把这样的图形 叫做中心对称图形 那么像这两个图当中 第二个图可能会更加明显的体现出 这个中心对称特点 首先看这图我们发现 它在最中心这儿 是不是有一个点 然后假設它先摆在这儿 然后你把这个图形绕着这个点 你转180度 你发现它转完之后 跟原来图形是完全一样的 是能够严丝合缝的 完全能够重合在一起的 那么这样的图形 咱们就把它叫做中心对称图形了 那当然了 相比较于我们的轴对称图形来讲 中心对称图形 我们一般碰到的几率是比较少的 所以咱们简单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而关于轴对称图形 还是希望同学们花点时间 稍微的研究一下了 了解了什么是角对称 和中心对称图形之后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来简单了解一下 什么叫做图形分割 其实顾名思义嘛 图形分割 那就把它给分割开呗 那么它的标准说法就是 把一个几何图形 按照我们的一些要求 分割成几个图形 这样的过程 我们就把它叫做图形的分割 那也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题目呢 一定是在这个图形分割的时候 题目里面会提出一些要求 而我们在做今天的每一道题目当中 会来慢慢的学习图形分割当中 一些常用的方法或者是技巧 但是这些方法和技巧都不重要 最最重要的也是我们做图形分割 或者一种图形类的题目 最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一定要动手 对吧 当你觉得在脑海当中实在想不出来 或者不太能够想明白的时候 一定要去动手或者画一画 或者动手去操作一下 那有的时候很多解题的思路 或者灵感就来源你的动手 这个过程了 所以也希望在我们今天题目当中 如果同学们觉得这道题目 不是能够特别容易的想到 应该如何来做 那大家老师也特别希望 同学们能够自己去动手 做一做 剪一剪 或者动走去折一折 或者分割一下 也许这个图形的分割结果 或者它的分割灵感 你就能够在动手当中找到了 谢谢大家